我曾经为了综艺节目 从1700英尺的高空下跳伞 我有跟着贝尔去冒险啊 我有跳直升飞机 我有攀岩 我还有捕蛇 我还吃了蚯蚓 我这种图我吃过各种虫子 玩拍戏 拍戏嘛 然后演一个特种兵 还是魔鬼训练嘛 然后到一站之后 本来说那个可以 可以那个大家吃饭了嘛 一打开是各种不一样的 虫类动物 如果我不害怕坐飞机就好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困扰我 自己给自己制造非常强的那种心理压力 就觉得完了完了 而且幻想飞机 每次一踮拨就完了 那你痛苦到什么程度 我就大喊大叫 空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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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完了 我们完了 你真的这么喊过 就这么喊 就这么喊 你太失礼了 妈呀 妈呀 确实失礼了 但是空姐是怎么安慰你的 他们在气流之中非常淡滴地走过去 对 他可能这样安抚你的事 先生 你太失礼了 没有 他会安抚你的情绪 学好一点 太害怕了 如果我能更有一点事业心就好了 你挺努力的呀 我现在就是现在工作还觉得说挺多的嘛 现在更喜欢拍戏啊 对 拍戏的时候还是很享受的 录节目也很 其实今年都没那么的太接综艺 其实就想把时间留给《黄游记》 因为觉得说对这个节目的感情深 而且真的想来录这个 回去经常想到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这边有很多好搞笑的人 回去看一眼 回去看一眼 好玩的是 芽芽 芽芽说不会再说火了吧 就很有意思了 真的是 因为录这个觉得很开心 还有个人 是 然后是 我相信 12点的时候 这时候熊子棋给我发了一个文献 他说哥哥 为什么所有人都帮你发了 为什么你没通知我呀 我那个时候好慌 我就想说 我是真的把他给忘记了 但他很好 他说哥哥那我现在发可以吗 我说我说好好好 拜托了拜托了 我这个哥帮我宣传宣传 然后他就那天晚上 他是最后一个帮我发的 祝你快乐艾特王苏龙 我那个时候觉得就是 很对不起他 心里很愧疚 对对对我很愧疚